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我可没兴趣 西夏人手里的地脉图你拿到了 拿到了 不出我所料 千年光阴流转 楼兰果然是成了地脉节点 而今这只有一步之遥 和十里山河道一样 此处被截断的气脉 得有人来理顺 我倒越来越不明白你这个人了 你说的人神欲吃粮 他可是能换出英灵来 你就不怕他把你心心念念的魂给换了出来 到时候你要如何 侍卫到眼前谁知道呢 况且我看着那西年造出的人偶 那熟悉的容貌 一时是想念 但一时看久了又觉厌恶 你真乖力 造了刻盘在这儿的幻象将人引来 又说不知道他身份 倒叫我去找和尚问 其实你猜到了吧 玉吃粮死了 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又活了 哼 更改水境现象 混淆他视线的人不是我 我只是顺势来看看这个人 究竟能不能理顺天地气脉 再看看 在此处 他是不是也会听见那声音呢 五十六载 风霜雨雪 天灾人祸 万民道玄 你都不曾让我得奸 你让我如何丢出你的脸 这儿 又来了藏头露尾的人 喵 这死怎么骂人 哈哈哈哈 来这千佛洞的人 都是藏头露尾的 藏着杂念 露出私欲 阁下何出此言 有人求死而复生 又有人求大仇得报 有人求前缘再续 又有人求了断前尘 解尸私欲 你说 佛当遥如何 呃 没所求的人不拜佛 但有了所求 拜的便是魔 诸行无常 诸漏皆苦 人败 不过求一念想 那你们前来 又求何念想 只问一物 是一枚刻盘碎片 碎片倒是未见 但就只见来往之人的欲念纠缠不休 皆是业障 丑这千佛洞毋相乱戒 佛啊 溺不曾现身 若做生命消失于你作前 你一起是否让我得以遗见 不好 躲开 现在让我看看啊 父 到底要如何才能现身 他被异化了 先战 可算是把这玩意儿解决了 阿灵 它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 这是被石化了 但为什么 我 我去看看 或许除去笼罩他的石化就能 生还是死 其实没有区别 人之贪念 怨念 你感受到了吗 你 你究竟是谁 你到底是怎么出现的 我是谁 你真的不知道吗 世间但凡有欲 有怨 我就会出现 你没事吧 世间人拜的佛 都长着一张人脸 人心生魔 不见到了 佛 就是魔 哈哈哈哈哈哈 公无不克 战无不胜 看来 刻盘不在此处 阿灵 你有没有觉得 这地方似乎和十里山河道内的布局 几乎是一样 会不会水镜里显示的 其实是十里山河道 水镜显示的位置 都是距离我们所在地点最近的 我们是在九泉查看了 刻盘碎片的位置 不可能是在十里山河道 不过 水镜是不是坏掉了 刀未必是坏了 只是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 这水镜为何能显示 刻盘碎片的位置 是不是有人能在背后 操纵着显示 是我大意了 你这木刀窟对着那些佛 可有求了些什么没有 你求了什么吗 玉西 我 没有 回想天下得安 而后又觉得这愿望实在贪婪 话说 你求了什么没有 做什么一直追问我 我没有求什么 只是想在那场的金书 当年这个地方 还在截渡时 朝行顺耳 然后呢 然后 没什么然后 那时候这地方 不知道是什么光景 而这里面 藏着金卷 壁画 是不是还有什么匿密 千浮洞 都不知道是照什么格局修的 你为什么这么想的 只是觉得没道理 偏身就和这十里山河道布置一样 这其中肯定还有什么观点 若十里山河道的修建 是截断气脉 那墨高窟 应该也差不多 这 阿良 那时候阴公子在 我也不好明说 既然你现在问了 我就说说我知道的吧 师尊曾说 墨高窟入位置 西控昆仑山北梨 天山南北 十里山河道 则断秦岭 虽然通取 但其实皆是断了地脉内的气 如此便只能让客人 降临的危机先 一步阻隔在 在远离中原的区域 就是 楼然幻城 师尊说的 应该就是那吧 师尊说 怒布置帮截断地脉的气 让幻城叫你 恐怕 将不再需要新轨磕盘 但 就要地脉 不就不得畅通的 那就不会有别的影响吗 这我也不知 只是想来千年来都无碍 应该是无声关系的 未知地点 小布莉安 我有一个地方 水晶里显示的地下 是什么地下的洞窟 你有印象没有 没 玉池哥 一一也是头一回到这来 怎么会知道这些 而且上次梦高枯位置是假的 这我也谁知道是真是假 还是说玉池哥你有什么打算 呃 我确实有点想法 这不是找你商量吗 没 那你肯定想了什么 挺而走前的法子 快快快 快和 说给一一听 这事情我觉得吧 其实也没什么好主意 不过就是一句话 不如虎穴 咽斗胡子 我们 不如去看看 嗯 我们手里还有五块磕盘对吧 早前传到禁地的人 操作了一块 我们当务之急 应该是赶在玉米教的人之前 找到最后一块 没错 不然怎么说 磕盘都是得找的 眼下也没别的线索 不如 就去看看吧 这样啊 那我们不如先找个地方打听打听 莫安是玉米教在死战 应该能得到一些消息 最下都怎么样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又想吃什么了 没 才没有 别胡说 一一都还没问你呢 你怎么不找玉姐姐商量 你们两个最近怎么怪怪的 小布连 大人的事情啊 你就别管 没 哎 哦 喂 各位爷 你们道给拼拼礼 我们这可说故事 低酒钱 但这一点后 忒不讲理了 说了个什么神神叨叨的古墓故事 就想不给钱 这回怎么不见那位红衣姑娘 两位行色匆忙 还有事要办 死刑本就是诸事缠身 妈妈呀 怎么又是他们 哎呀 这不是偷人吗 不不不 我我我我金盆洗洗手了 那你现在在哪发财 发财不敢当 也就是赚点死死人钱 诶 误会 误会 不是要人命的买卖 是和齐皇帝做的一样营生 傻好人住那么大墓 我拿死人钱不偷不抢 和你打探一地方 可能就在这附近 看格局像是一股木 但却又似有人居住 这 诸位 酒已经请了 黎幽就不打扰了 我们再会 你 接着说 诶 诶 这 看似古墓 却像有人住 听起来就邪门得很 如果不是问到我 还真不一定能知道 我新拜了个祖师爷 名叫忽颜虫 喜欢住在古墓中 巧了 这附近就有个若枪古墓 就是我祖师爷的老家 咩 祖师爷也能换 换的 换的 献山拜山 见水拜水 握入了这行 可不得找个厉害的祖师爷 如何前往 从沙州往西一日路程 穿过荒漠 看到一片魔鬼岩就到了 不过 那地方最近在闹 闹鬼 甭管是人是兽 路过就会失踪 明白了 佩着吧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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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首 九婴 行鬼刻盘就在那古墓里 你们做好部署 记住 别让他们死 但也别让他们跑了 白首遵命 只是圣女大人 为何不让他们 呃 可是因为 那玉池良可照出非现实之人 又或者是 他与我罗侯眷族一样 身具幽吟 嗯 这不是你需要知道的 做好你们该做的事 喵 那个像是 刻盘 去看看 你们可算来了 叫老子好等 九婴 赌注他们 刻盘是假的 糟了 后退 呸 这都干不掉你们 命真大 都给我上 干掉他们 都给我上 都给我上 干掉他们 在此一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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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是 道不同 不相为谋 把磕盘给我 我留你们一命 不好意思 这两样 我都想要 那就怪不得我了 说了 我不适合 搭搭杀杀的 当初我果然没感觉错 这个人 果然是有相似的力量 哼 你们真的以为 这样就结束了 阿灵 跑 带着一一跑 云姐姐 烈石良 磕盘和他 你选一个 磕盘给你 你放人 不 不想圣女 却在最后关头出现 我真的是 把她教得太好了 现在圣女哪儿去了 末将不知 圣女拿走磕盘后 就不见踪迹 白手 白手 那记守九阴 现又在何处 这 末将不知 不知 白手啊 你知道吗 左右二十是我的人 记守九阴 导向圣女的事情 我早就知道了 只是在看你 打算瞒我多久 主上 末将 领罪 你们可真是我的好属下呀 白手 你想让九阴继续活着 最好就别动两头讨好的念头 末将 你是觉得圣女将下忧城 迎回罗侯 就能代替我的位置吗 天真 你们不是对混花剑派有些兴趣吗 快去商和制看看 有事与之相关 出品 进行 这上次 这下班 这个 そんな 久了 晚安 感谢观看